65對親子檔齊聚 在遊戲中學習 這是四川慈禧之公 舉辦的暑期親子營 我似乎有兩群孩子 有一群是病房裡的孩子 是我的病人 第二群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自己的孩子 包括老大老二 都沒有什麼時間陪他們 所以其實還是對他們很歉疚 平日忙於工作的心臟科醫師 羅書華 好不容易騰出兩天 享受親子的時光 互動過程中 驚覺自己對孩子的成長 參與太少 其實沒有做到一個 稱職的父親感受的事情 但是爸爸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然後爸爸以後會改進 慈禧之公陳孝英 這一次既是學員 也是工作人員 女兒體恤媽媽辛勞 上課之餘就是母親的小幫手 其實真正跟她在一起 就是還是比較少 她也不會埋怨媽媽 到底有沒有陪伴她 她應該很清楚 媽媽也在做什麼 孩子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覺得是真正的 就是生意教很重要 上面說生意教生意言教 和媽媽在一起很溫馨 我還可以在這裡幫忙做事 我可以小弟擺拖鞋 疊被子套整套 這樣可以幫媽媽分擔事物 讓她不那麼辛苦 親子相伴的暑假 多了溫馨 大家也在 遇教餘樂的課程中 共同成長 大約新聞 葉平四川報導 愛你吧 愛你吧